汉末三国 刘备奋斗一生 终于拿下汉中称王了 却遭到一个噩耗 关羽大义师荆州 给刚刚新生的纪汉一次非常严重的打击 对此作为新生政权领袖的刘备 不得不做出举动 那就是出兵伐吾 对于这次伐吾的结局 想必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刘备惨败而归 然而在你仔细研究后会发现 刘备率兵伐吾 为什么前两个月战绩斐然 而后五个月却毫无作为 对于刘备为什么要兴兵伐吾 这里不做过多的阐述 以前都说过了 很明显刘备是荆州起家的 所有早期的追随者 大部分是荆州人 尽管入住一周后 但是却属于一个外来者政权 整个集团内部派系众多 有源从派系和荆州派系的骨干 有东州派系和一州本土士族派系 刘备无论是为了给追随自己的荆州派系 做出交代 还是要为纪汉政权重立威信 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刘备为曝关羽之仇 无疑是一个噱头 兴兵伐吾 也是一种军事手段 真正的目的自然不是那么单纯 无非是通过兴兵伐吾 用以恫吓威慑东吾 达到稳固政权和取得荆州的目的 如何看出来呢 我们从刘备伐吾的时间表上 就发现问题 公元211年6月 刘备称帝后两个月就开始东征准备工作 令张飞从浪中出发 去江州 自己从成都出发 7月份 刘备的前军部队就已经击败吾乌山李毅 刘阿等地守军 占领乌山 子归一线 而东吾方面 8月份孙权向曹丕称臣投降 被封吾王 11月 曹丕使者到达东吾 孙权接受封号 正式称臣 同月 孙权命陆逊为都 绿大军西进营敌 到222年1月 陆迅部将宋迁 开始反击蜀军 三国志五主传 皇武元年春正月 陆迅部将军宋迁 等公属武屯 接破之 斩其将 222年2月 蜀军开始向东 推进到宜陵一线 宜陵战役开始 三国志 先祖传记载 二年春正月 先祖军还紫归 将军吴班 陈氏 水军屯一灵 嘉江东西岸 2月 先祖自紫归律 诸将进军 元山节岭 于一道萧亭 驻营 自狠山通武陵 浅室中马良 安慰武夕蛮夷 贤相帅响应 镇北将军 皇权都 江北诸军 与吴军相 距于一灵道 从刚才所述的内容之中 我们发现 6月 刘备决定出兵伐吴 7月 部队已经攻占 乌山 紫归 这就说明 仅用了两个月时间 蜀军便抵达了战场 并且取得初期的胜利 战绩不错 但7月 攻占紫归之后 直到次年1月 陆逊开始反击 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 蜀军毫无作为 甚至刘备 还离开过紫归前线 据三国志记载 直到正月 吴军 反击开始 刘备才军海紫归 这里到底有着 怎么样的猫腻呢 其实 从东吴的军师 行动之中 我们也能发现 一些端倪 三国志记载 孙权遣书请和 先主圣怒不许 从孙权11月 才派陆逊出马 我们或许应该 能够清楚 蜀乌双方 在进行双边谈判 为什么 说他们在谈判呢 我们从三国志之中 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宜陵之战结束后 邓之初始东吴 得到了孙权的一个评价 丁有善章 阴化不尽 和和二国 唯有邓之 丁公 阴化 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却不能和和二国 真正能和和的 唯有邓之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邓之之前 双方一定有过 至少两轮谈判 而这两轮谈判 蜀汉派出的使者 便是丁公 阴化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 从诸葛亮的身上 发现问题 这位蜀汉的丞相 为什么 没有阻止刘备罚吴 保持沉默 真的是因为 不被刘备重用的因素吗 很显然 不是的 诸葛亮在赵云等人 反对罚吴的时候 保持沉默 是因为他知道 刘备的举动和目的 甚至说 参与这个计划的指定 所以在战后 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法孝之若在 则能至主上 令不东行 就负东行 必不轻微矣 这样符合 当时心中所想 反正 就算不能劝阻刘备 也能让刘备 不会这么惨败 我们可以 大胆地想象一下 刘备罚吴的这五个月 为何毫无作为呢 其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大军压进 以军事力量 给东吴施加压力 迫使东吴屈服 划拨部分荆州给蜀 并就偷袭荆州 斩杀关羽一事道歉 而东吴方面 也做出了相应的对策 积极展开外交活动 向曹卫称臣 以避免两线作战 当确定曹批 不会威胁东吴边境之后 调拨军队 抵抗蜀汉入侵 数次谈判失败后 张五二年 刘备进军一陵 八月 陆逊火烧连营 刘备败退 仅已深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